对美国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自由 比如说政府告诉你你必须留在家里你不能出门 不能出门 那美国人受不了了 他们说不行的 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我应该做什么的 但是中国人是不一样的 中国政府说这个疫情来了 你们必须留在家 他们说那好吧 然后有一些美国人是对华人是特别不好的 那你觉得做一个华人在这边是安全吗 没有什么安全的问题吗 也是我看到美国人里边说中文说的最好 真的吗 真的 但是现在我们的美国政府就是 我好像改变了很多的 中国也改变了很多的 但是我觉得最最好的是我们要想办法怎么一起合作 如果美国和中国这个两个很强的国家一起合作的话 全世界就应了对吧 对对对 很多美国人都不喜欢美国政府 对 不错吧 对不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好 好 好 是东北人 东北人,对对对 太好了 那你开那个Uber多久了? 三年到四年了 三年到四年了 啊,不错的 住在拉斯维加斯多久了? 嗯,住在维格是十二年左右吧 十二年左右了 十二年左右了 那挺不错的 喜欢这边吗? 可以挺喜欢的 挺喜欢的 就是热了一点 对,就是很热的,肯定的 您是我看到美国人里边说中文说的最好的 真的吗? 真的 真的吗?哇塞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说中文都非常不错 但是在现实里我见到过 但是说的也可以 但是您是可能是最地道的吧 最地道的? 是吗? 我觉得还学的还很多了 你知道我以前住在中国很长时间了 是吗? 对,我以前住在中国七年多了 其实我在上海七年了 然后在香港三年了 所以一共在中国有十年多了 十五年了 所以我不知道现在美国是怎么样的了 因为我每次回来美国 我就是来这里出差了 或者来这里旅游 对,所以我很想了解现在美国的情况怎么样的 你觉得比如说现在美国的经济好吗? 还是美国安全吗? 你觉得现在你对中国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 我想问你 你现在你就是美国的本地人 我不是的 我就是外国人在这里 看看从你的情况来讲 你想告诉我你的生活的质量在这边怎么样的? 呃,其实您要 很多中国人都误解啊 来美国 是挣钱嘛 对 其实不是,你还要付出很多努力的 对 如果你要肯持股在美国 还是可以赚到钱 嗯 经济呢 不是那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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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 因为 物价很贵的现在 对 任何东西也都很贵的 就是这个薪水都不涨 嗯 只是物价涨 这很贵的 薪水是不提高了 没有提高了 基本上就是保持的 但是东西是越来越贵了 东西是越来越贵了 它不像是10年前的美国 10年前的美国 我记得在08年的时候 Vegas的油价是2块4毛钱 可能2块5毛钱 就是regular 对 不是那种好的 现在呢 您要花将近一倍了 差不多已经涨到4块 你要说安全不安全呢 就是我认为拉斯维加斯还是很安全的 还是很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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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啊 比如说我看那个酒枕扇 酒枕扇最近就发生了很多事情的 我们 对对对 有很多人有 就是有很多坏人在那边找东西了 或者是拿那个墙 然后有一些美国人是对华人是特别不好的 那你觉得做一个华人在这边是安全吗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安全的问题吗 那我认为是很安全 你也认识 那好吧 也不是绝对的 因为在17年的时候 那个蒙特里贝那个枪击事件 对了对了 你知道吧 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了很 把这个rifle打下来的人 对 发死了59 59个人 59个人 这个太可惜了 我们看到了 而且我觉得现在美国我们这个枪的问题 我觉得是很厉害的 因为我告诉你我的情况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 因为我已经住在中国十年了 然后你知道在中国 在国内没办法人有枪 所以这个完全是 中国算是比较安全了一点点 对吧 而且你在路上 比如说你到了凌晨2点3点钟 没关系 你一个人你出来 很安全 对很安全 你可以打一个手表了 一个很贵的手表 或者你戴着钱包 那个苹果的手机 都没有问题了 但是我估计你在纽约或者芝加哥 或者一些大的美国城市 你到了晚上10点 你不要一个人去玩 这个就太危险了 这个中国和美国的国情是不大一样的 很多人美国认为中国没有自由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对就是不对的 对我们思想的方位它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美国人的思想 就按照美国人说这个 美国和中国都是两个特别超级大国 对两方面都有利弊的 美国就是不得不说美国这个基础建设 太差了 这你也知道对吧 对就是 这中国的基础建设是非常非常好 哥们我现在想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讨论那个疫情的情况 因为现在我们看中国控制那个疫情 疫情是很严格的 对对吧 他们有一个zero covid 对对 他们的目标就是零 没有没有 对对吧 然后但是我们看美国是比较开放了一点了 嗯 然后我觉得好多人是批评中国说 你现在有那么严格是不对了 你必须开放 你必须开一点 比如说 但是从你的角度来看 你觉得美国控制的好吗 还是中国的防法也好 你可能有很多家人还是在中国对吧 还有很多朋友们在聊你那边了 对对对对 他们觉得现在中国的政府控制的好吗 还是他们觉得哎 哥们你在美国你安全吗 你你觉得怎么样的 这个两个国家 嗯 很多人问我这个 对对 在美国一定要小心 我先说中国 中国控制疫情防护真的是非常好 对 美国政府唯一说一说的对的一句话 就是大家都待在家里面 但是美国人他们都不待在家里面 就是 你看看现在外面 现在也是疫情的时候 他又变种了吗 这个对 美国人都不听的 他不听政府的 嗯 他认为 你不让我干什么 就是限制我的自由 其实不是的 对 你得了这个病的 有很大几率 你会不在了你就 所以你在 政府还是说的对的 我想应该让美国这个 政府学学中国是怎么弄的 但是估计也不能 不大能办得到这个东西 对啊 因为我觉得现在 现在我觉得我们最大的区别 就是一个文化的区别 对 对吧 就是文化的 因为好多美国人他们 对美国人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自由 就是说政府告诉你 你必须留在家里 你不能出门 不能出门 那那美国人受不了了 他们说不行的 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我应该做什么的 但是中国人是不一样的 中国政府说 哎呀这个疫情来了 你们必须留在家 他们说那好吧 那那就是我们就为了我们的安全 为了大致的安全 对 我们我们就听他们讲 然后到了现在 还是中国控制了 做的比较好了一点了 对比较好 你看中国现在控制这么好 对 还是有不断的疫情发生 嗯 那很多人还是不把这个疫情太在意 当年得病的时候 您就知道 这个后悔当初没有听政府的话 待在家里面 是 这个得了是很严重的 嗯 所以美国人他就思想他认为 你们你不能干涉我做什么 但是你待在家里面 你要出外面 你不知道你得没得病 你如果你把这个病传给别人了 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对 所以美国人不能用美国人的思维 来去衡量这个东西 对对对对 你说的很有道理的 对啊 所以这个每个民族嘛 都有这个culture文化嘛 对吧 对 那我们都要理解这个东西嘛 对吧 那你自己美国人你想出去 你认为这个是妨碍我的自由 但是你要知道你出去了 你要把这个病传染给别人 这就不好了 对对吧 所以我们可能是意味着 千万不要 就不要给政府添麻烦了 嗯 很多人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记得是2021年的3月4月份 这个疫情开始很严重的对吧 对 很多人回国了嘛 当时我也没有回国 因为咱就不要给政府添麻烦了 对 是很严重的东西 对是是是 对那个时候中国还是很严重的时候呢 对 武汉已经开始全面都疯了嘛 对就是 对啊 然后那这个时候呢 我的同学跟我说 你在美国是对的 那个时候美国还不是这么严重 但是到美国严重的时候呢 基本上美国这边也开始疯了 维克斯 我记得是4月到5月 两个月的时间 对 赌场就全部都shut down 对对对对 everything 餐馆呢 一些秀啊 你赌场大到空的 对 没有人的在跟 这个对对 like ghost town 哇 没有人的真的特别可怕 嗯 我妈妈跟我讲 她从来没见过美国 维克的这样 因为维克是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城市 就是就是很多人来玩 很多人来赌博 对啊 突然一几天什么人都没有了 没有了 那这个肯定是影响呃很大的很大的影响那个本地的经济 在本地经济就基本上就拉胯了 我不知道您知道什么什么意思吗 就拉胯了 对对就垮掉了整个 对对对对就是那两个人特别难 所有人都在都在家里乱七八糟 乱七八糟的 对对对对对 哥们我再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您说 我我觉得好多美国人和西方人 呃他们看你你的情况 说你看十二年前你就离开中国 来了美国 为什么你要离开中国了 是是因为你你你你不喜欢中国吗 还是你你你来了美国就是有一个机会 你还很喜欢中国吗 你比如说你以后呃 还是考虑回去中国吗 我想了解你的情况 因为我觉得我告诉你我的情况 我去中国的原因就是我有一个很大的机会 一个工作的机会 不过我离开美国的原因不是我不喜欢美国 我当然我是美国人的我特别我当然是爱我的国家 但是我有一个很好工作的机会在中国 呃我但是我想了解你的你的情况 你你你比如说为什么你来离开中国了 是因为你你你来这里有机会吗 首先说我特别爱中国啊 我也想回来 但是以我这个情况来说呢 因为我没有学历嗯 在中国你要有很高的学历呢 才能可能挣到很多钱 对我认为呢还是美国机会多一点哦 机会对我就跟妈妈来到对美国了 那你平常是是一年回去中国吗 一年一次吗 是这样子吗 不一定 不一定因为有工作在身嘛 所以不能经常回去的 如果要可以的话 我我想是多多回去一些 嗯因为我的挺好的同学什么的 他们都在中国那边 所以呢因为我现在美国这边的朋友呢 他们都陆续的结婚了生孩子要照顾家庭嘛 对 所以就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的 那他们都跟自己的女朋友说玩呢 我自己一个人 所以我还是比较想回中国的 嗯好的 以后呢我要是 那现在我不敢说如果以后的话 我也考虑回回中国 我也要考虑回中国了 对对 我觉得现在我们看中国 呃其实这些大的城市在中国 真的是发展的很快的 而且生活的质量真的是 真的是很好的 我发现 因为我一直住在上海 或者你去北京广州 呃这些大的城市都很好的 但是小的也也越来越好的 小的也越来越好 对 这是但是中国的生活生活成本也是很高的 对很贵的 您像您住在上海这种城市 但是不便宜的 也不便宜的 也不便宜的 不便宜的 对你说的是很有 所以你当然是非常爱美国 也是你应该 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很像的 我们两个是很喜欢中国 也是很喜欢美国的 对吧 所以就很有意思的 你住在我的国家大概有10年多了 我住在你的国家10年多了 没有对吧 这个很有意思的 但是两个国家我们都喜欢的 你知道我就是一个YouTuber YouTuber 对我就是一个YouTuber 然后我的目标就是让中美关系提高了一点的 因为你知道我先去中国的时候是07年 07年我觉得我们两个国家的关系是特别好的 对吧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看看怎么做协议的 我们怎么一起合作的 但是现在我们的美国政府好像改变了很多的 中国也改变了很多的 但是我觉得最好的是我们要想办法怎么一起合作 如果美国和中国这个两个很强的国家一起合作的话 全世界就硬了 对吧 对对对 很多美国人都不喜欢美国政府 对就是的 就是 好多人都不喜欢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美国政府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只有两个party 对吧 我们有Democrat Republican 而且我们每四年我们投票 是 那个选择也不是很多的 就有两个选择 你看 有一个拜登 或者Trump 所以你知道上次20年的时候 我没有投 因为我说 哎呀这个两个我觉得 都没有 两个都不喜欢的 我都不想投 你知道我有很多美国朋友们 他们说 你看中国他们没有自由 他们没办法选他们自己的总统 他说哎呀这个系统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你知道 你想做一个美国的总统 你就是做一个很popular的一个人 对吧 你看Trump 好多人都认识他的名字 他已经在美国很有名的 对吧 对对 然后现在我就看了 我上个星期看了一个美国杂志 说你知道那个The Rock Dwayne Johnson 对吧 好像50%美国人支持他做我们下一个总统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他就是很有名的 他就很popular 你在美国你就做popular就行了 就是在美国就是很很直接的 我喜欢你 你干什么都可以的 就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特朗普 他为什么赢了 因为你看那个Hillary Hillary Clinton他很无聊了 希拉里啊 对希拉里啊 他就很无聊了 但是你看Trump他讲话的时候 很多人就觉得他很强的 或者很好搞笑的 就觉得我喜欢他 那喜欢 不知道他能不能做这个总统的 但是我觉得他好 那就投他 我觉得这个系统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必须从零开始 然后做很长时间了 还能做中国的总统对吧 但是在美国你不需要了 什么都什么都不需要了 你今天 今天就可以做得到 你只要 没有尽力的 你不要尽力的 你就 因为我们中国讲究是一步一步嘛 对 脚踏实地的 对 那习大大从上面做到现在 那是 都有传承这些东西在里边 就是一定要从最基层的做起 但是在美国不一样的 像您说的这个巨石相声 他只要有足够的名气 他只要popular 这很多人都知道他 对 那他竞选他没有问题 那人们就投他 就是 我不大关心这个总统 美国总统是谁 我只关心谁当总统 能把油价控制一下 对对对对 那不要像现在4块 我最贵的 4块钱一下轮 你谁能把油价控制下来 我就选谁当总统 对 对 比如说外星就关心这个嘛 我们也不玩政治对吧 我们只关心买蔬菜 能不能便宜一些 嗯 加油呢能便宜一些 工资呢能高一些 那就可以了 对 至于是谁当 我真的不打他了 明白 真的 好哥们儿 非常感谢你的世界了 没关系 对 我感谢你 我今天就是很开心 看到我的Uber 我看到那个App 我说 哎呀他我中 我那个司机的名字就是那个小 我就知道你肯定是中国人的 对对 我就很开心 有机会跟你讲普通话的 我们看看一个一个中国人在美国 你看看现在情况怎么样的 但是我跟你学了很多了 我觉得美国还是一个很很棒的地方 也是一个很好的国家 这边的机会也很多的 然后我们 然后我觉得美国就是这种的国家 是很多人从不同的地方都来美国 我们就是在这边生活了 你现在就是成为美国人吗 还是你还是 还是你拿到了一个旅客 还是 现在是美国人 你就是美国 是美国公民 是美国公民 是中国人 是美国国籍 是美国的 是美国的 太好了哥们儿 好的 没关系 好的 给大家的 I'm Saris Jansen, thank you so much and we'll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